新竹县竹北市一年有100多天下雨 让运动不受限 施工所就在客委会的补助下 花费了3000多万元 进行公29公园风雨球场的兴建工程 市长郑朝芳就率队会刊 篮球柱和采光罩的设备 要让运动场更加安全 预计8月以前完工 公29公园是竹北市最大的打篮球场地 每天有民众来运动 提升环境品质 市公所要加盖遮雨设施 改建风雨球场 今天会刊把关工程 虽然博爱风雨球场 是前任市长设计建造 以及工程发包 但是我仍然是以精准效率 以及创新的目标 来检视各项的工程 特别我发现了 我们的敦注 与我们的球框的相对位置 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运动员 就是民众使用的时候 这个冲击力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要经过我们的线刊 在让我们的设计建造的厂商 进行改善之后 我们再来施工 103年实用到现在 供29公园博爱篮球场 占地3500多平 光是假日一天运动人数 就超过500人 要让民众运动风雨无阻 市公所争取客委会补助 将花费3382万 原址新建钢架风雨球场 这个月出移动图 但考量设施设备 需贴近使用者需求 市长郑朝芳率队现刊 严格检视柱位以及采光罩配置规划 要求柱敦不能过于靠近球框 也要把阳光刺眼因素纳入施工 降低球友投篮时 产生光线直视眼睛风险 我想这是竹北的第一座风雨球场 我们的代表以及民众都非常的关心 那朝芳一定会跟我们的公所团队 用最认真负责的态度 来打造一座 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雨天晴天 都可以好好的来修气运动的地方 风雨球场涵盖三座球场 保留一座露天 月季今年八月底前可完工 旁边也加盖公共厕所 增设座椅和植栽 让民众尽情打球 享受灰汗畅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